我想把最后这半岗给斩完 坚持到这一刻 我们带动更多人富裕起来 让贫困户有了脱贫致富的信心 夏宇 我是沃中市水货局公会主席地坏 我已经五年了 组织美派到哈杉邑村干人第一书检 当时来的时候也非常心该说 也打过队两个 说真心话 我来的时候也非常失乱 做的拿去 拿去 找的也可以 可以可以 现在这次不下狱 下狱就回来 他们所有眼神给我都是渴望的眼神 一定要用心 只要我尽心了 我不小心没有干什么事 第一个项目提出恳求 苏求希望的 要解决路 各级政府可以大力支持 把我们的项目也重视起来 把这条路的行动 初从工作就是一龙是两年 应该说是16年年底就结束了 那么最让人感动的是我们老百姓舍不得 老百姓说前卷走后卷 我们就绷布车坐上走 你把走我们还听你的话 尤其是老百姓还需要的情况下 我想把最后这半岗给斩完 价格上来了 上来了 包括其他这些连锁超市 我是马涛 是一名返乡青年 现在也是一名新型职业农民 这辆车给我们这个创业立下了汉马功劳 第一桶金也有塔尔夫的功劳 也有万人这一份功劳 当然也有他那一份功劳 我叫刘宁 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 跟随我的丈夫马涛回到家乡 复养反乡创业的 通过我们夫妻二人现在的努力 我们是流转了三百五土地 带动周围的农户 增加收益将近为20.8万元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 在夏季生菜的田间管理技术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些知识和文化 和我们现有的这些生产体系和技术 也分享给其他的这些工人和评工库 去年我们培评了一千多人吃 让我们这些评工库不会种的 怕菜卖不掉的 卖价格高的 跟着我们都能会种菜 也能把菜卖个好价格 赶紧装车 价格怎么样 65万年以下 去年调平了 各方面都感觉了富裕了 去干啥事都不作难了 家庭变化大了很实际 好得太多了 我们父亲二人 也一定会继续地扎个农村 建国家乡 带动更多的乡亲 走上小康之富路 这四十九块九都是厂价直销 现在在工厂直播 我叫杨淑婷 是一位来自湖南省城部苗族自治县的九年后苗族女孩 如果不是当时那一场意外车祸的话 我想现在我应该是一名优秀的护士吧 绝望很无助 看不到生命的希望的感觉 多次地想过要亲生 就我朋友他就主动地到我家来看我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 在我受伤一年半以后 第一次坐上轮椅 也是第一次离开了我那个房间 他就告诉我说 往上可以赚钱 我要不要试一试 做了一个月 做了一个月 才赚了七块七毛钱 但这七块七毛钱 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吧 至少知道自己还不是完全的一个废人 当时是特别想 就想走出我们这个大山 然后想到外面去有一点发展 是这样子 我们就接触了香包项目 也想着用自己的努力 能够带动更多的 我们城部县的一些那样贫困的人民就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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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好 嗯 有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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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贫困户和残疾人 他们在我们工厂 能拿到一份稳定的收入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给他们一个扶持的过程 让贫困户有了脱贫之后的信心 也让残疾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跟着有食用的 给怕